美国目前2021年对汽车的油耗标准 是每加轮的油平均必须能行驶40英里 但根据拜登政府20日公布的最新规定 车厂2026年起推出的汽车与新卡车 燃油效率必须达到每加轮行驶55英里 新标准不但高于川普执政时 对该年度定下的每加轮43英里标准 更堪称是美国史上最严 希望能够遏止运输污染 也就是目前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源 除了减少碳排对抗气候变迁 美国环保署表示 根据政府对未来燃料价格的估计 这项新规定将在2050年之前 为美国驾驶人节省2100亿至4200亿美元的燃料费 就算考量到环保车款售价较高 2026年之后出厂的车款 还是能为每位买家在车辆使用说明期间 节省约1000美元 新规定将在联邦公报公告60天后生效 从2023年出厂的车款开始试用 逐年提高标准直到2026年 而汽车厂商和供应商的游说团体表示 希望政府同时协助产业转型电动车 否则很难再达成更高的燃料标准 欢迎新闻刘敏轩综合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2.0全行出发